马英九是我们派过去的间谍杀手吗 他们他到了那边 虽然有口误说中华民国 但是那时也是他的新生 对吧 甚至在开会之前给你了一个死亡之卧 OK Hello 大家好 我是Louis 好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 这两周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来 首先 因为 有一个问题很尴尬 也不是说尴尬 很有趣 就是最近在月中 差不多月中的时候 11号 12号 好像11号的样子 有什么会 马熙会 那刚好 我原本其实不太在意 OK 但是有一个朋友就问我说 当初两次都投给马英九 然后你说你对这个马熙会 你有什么看法 好 所以呢 我就去稍微看了一下马熙会 这件事情跟一些内容 跟一些新闻报道 我只能说 中共啊 中共 你没有想过 其实马英九是我们派过去的间谍杀手吗 他们 他到了那边 虽然有口误说中华民国 但是那时也是他的新生 对吧 甚至在开会之前给你了一个死亡之卧 OK OK 好 我个人觉得蛮好笑的啦 就是 OK 死亡之卧这件事 他其实是我们的间谍 正式记之卧马熙二会 10号下午4点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东大厅登场 好啦 讲正经的 我老实说 我觉得蛮丢脸的 为什么我会觉得很丢脸 我真的很后悔 当初这两次的票都投给你 好 怎么说 这样说好了 我觉得今天今天的马熙会 好像是原本是定在8号 对吧 但是可能因为 熙 他本来就还有排定别的日子 8号刚好有排定别的日子 好像是跟谁 俄罗斯的谁 哪个高官见面吧 还是哪里的 我不知道 我忘记了 OK 所以就把马的见面 见面会 好像粉丝见面会 把马的见面给延后了 可能会延到10号 11 12号都还未定 OK 我就觉得 为什么会说觉得丢脸 我就觉得奇了怪了 你身为一个台湾的总统 前总统 你身为一个台湾的前总统 你是被人民一票一票一票 投出来的 所以按理论上来说 你应该要很有自信的 以及很骄傲的 觉得对 我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 或是台湾的前总统 我应该比你有价值 OK 毕竟你是 毕竟习是一个独裁者 他并不是中国人民 一票一票投出来的一个人 对吗 甚至那些作假 那些官员的作假 就是谁敢投反对票啊 就是没有人反对这件事情 谁敢举手啊 有没有人反对 谁敢举手啊 我请问你 你用这样的问法 而不是 而不是应该是一票一票投诉 所以这不是民主吗 这基本上就是你们 他是独裁出来的 自己宣布自己当选嘛 对吧 所以马英九你怎么会 我看起来就是觉得 好像是屈服在喜的底下 然后又又又是很没自信 然后很很闹的感觉 我就觉得不行啊 所以我觉得很丢脸 非常的丢脸 OK 那当初我也这样跟他讲 OK 他也觉得 哇 也没有想到我既然我投给马英九 这样子 两次都投给马英九 我既然会有对马熙会这样子的看法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主题 但是我想要先进入 回到网友问题环节 然后顺便再把这个主题带入出来 OK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好 他说哈哈 你的逻辑很多都很好笑 谢谢 可见我还蛮有趣的 也许是你 获取信息量太少 无法 无法 以礼服人 所以只能扣人帽子 来来来 我从来没有要说服任何人 你要先搞清楚这件事情 我从头到尾 我只是在讲我的观点 我的想法 OK 好 所以我觉得你误会了是什么 然后只能扣帽子 那个也只是我的想法 OK 好 课刚改了 什么课刚改了 就会教出很多你这样的人 课刚改了 诶 这位网友 你是不是对我不太熟 OK 因为如果你 你比较认识我的话 我在这阵子也是因为 一个网友 跳出来说 问说 台湾为什么认为 台湾人为什么认为 台湾是一个国家 我才开始做这个系列的 但在之前没有 但在之前我都做什么 跟西语系国家有关的 那 我在跟 如果有第一次来看到的人 可能会觉得 对我不熟悉 来 我再声明一次 我是在西班牙长大 我是在西班牙念书的 所以说课刚改了 会教出很多 你这样的人也就是说西班牙 也在支持台独 你在跟我讲这件事情吗 OK 搞清楚一下 好吧 你看就是又是一刀切 你没有先了解前面的 然后就这样一刀切 OK 好 没办法 但也没差 对也没差 对 好 好 要补充几个事实 好 中美关系越来越偷勾 只会 中共发动统一的战争 可能性越大 然后就跟发生八九六四之后 等等的 好 来 然后 这边我们有什么好聊的 我觉得 中美关系越来越脱钩 只会越来越脱钩 脱钩 对脱钩 对 只会越来越脱钩 这件事情 那 很多人就要不会拉什么的 来来来来 你看 之前美国才没有发生多久的事情而已 几天吧 一个礼拜吧 顶多 美国财政部长不是去 去那个什么 拜访中国吗 不是去拜访中共吗 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之后你们的 好像对外交的发言人说 你们这样经贸战啊 中美的经贸易战啊 等等的啦 我们 我们 我们非常排斥这种行为啊 然后什么 如果美国没有 很明确 很明确的宣誓说 我们反台独的 那就是美国反台独的话 我们不会跟美国和好了啊 什么什么的 人家去礼貌 友善的 然后去跟中国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结合在一起 人家已经开出这个端了 结果你们的外交部发言人 既然 竟然 OK 讲了这一席话 这根本就是在摆明 我觉得有点呛人的意味了啦 OK 所以你看美国到现在也没有一直摆明说 反台独或是支持台独 为什么 他当然有他的背后的原因 跟可能一些策略 政治上的策略跟一些阴谋嘛 跟一些原因嘛 OK好 经贸科技打压措施层出不穷 制裁中国企业的单子越拉越长 这不是去风险 而是制造风险 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 我们不会听职任职 希望美方把总统先生不支持台独的积极表态落实到行动 来二 中共现在根本不想统一 我听你在 如果你们不想统一 如果中共 sorry不要说你们 如果中共不想统一的话 来 花莲 月初月初花莲大地震的时候 你们派军机扰台 你这什么意思 不想统一吗 不想统一为什么要一直派军机跟军舰过来 这不是很矛盾吗 OK好 乌克兰 好 懒得讲 好 第三个 我觉得前半段我蛮认同了 世界有可能进入 或者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我认同 OK 好 中国 当时二三角落之后 我们现在到处买 谁要买 中国的装备啦 我们要买也是买美国装备 你要怎么让国力起飞 你们现在应该不是搞这个 你们现在 中共应该要把自己国内的经济搞好一点 OK 然后以及对人民好一点 无论是让尾楼啊 什么河南银行啦 等等的 你们要先把这个搞好吧 OK 你要让 你要让中国国民能够好好的生存下去 对 而不是什么月薪三千五千的 然后 然后就好像大家过得很好 一样 拜托 先把国内搞好 先把你们的国内搞好 OK 好 你会后悔移民出去 诶 这个就奇了怪了 你都知道我会想移民的 那 你 你又 你又说 课刚改了 就像我很多 所以其实你到底是我还熟还是不熟 OK 你好像很关注我 又好像没有很关注我 OK 其了个怪 OK 但台湾是就是爽 没错 我觉得蛮爽的 OK 好啦 我之前也一直在说 甚至可能有很多集 你没有看得很清楚或是仔细 我一直在说 我认为台湾是全世界最棒最棒的国家 为什么我想移民是另有原因 OK 可能是因为教育 也有可能是因为文化等等的 我还没有办法完全习惯 但是 无论是台湾的一些政策 如果我是一个人 OK 我住在这边的话 我觉得会非常棒 非常舒服 OK 但现在我不是 所以我有很多因素考量 我想移民出去 OK 好 下一个 中国56族 少数民族里面有高山族 刚刚你所谓的高山族 你是要跟我说 台湾的原住民列为这56族 民族高山族吗 你讲话小心一点 我前面 我上一集才说 你就是很多中国人 不是 我不只全部 不是只全部我 而是有些中国人 他们讲话 的内容 真的要小心 不然真的会被人讨厌 你这个被台湾的原住民看到 不要说台湾原住民 我看到我都觉得 很 感觉很差 OK 好 来 中华民国 跟中华民民共和国 只是一个国家 两个政权 来 这边 这边我不认同 如果是一个国家 两个政权 就是没办法 是一个国家 我知道 OK 来 这个我要回答 跟前面的一样 OK 来 你们一直在说 台湾的课纲怎么样 教育怎么样 但是你们不是从小 就是被中共的教育洗脑吗 就是小粉红式的洗脑吗 就是要爱国爱党 OK 好 那我们来谈爱国爱党这件事情 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看完 OK 来 现在属于内战时 现在还属于内战 然后直战时 最后战这个 我算一半认同 OK 好 然后提到韩国 我觉得这边 好 这边 中 比较后面一点 中华民国就如同前董事长 因为公司管理太烂 被地方的公司经理赶下台 OK 然后跑到偏远 一处分公司 狗言参窗而已 来 不是不是 我认为不是 不是跑到分公司 而是我认为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公司 OK 然后一定会彻底 交出他的公司印章跟资料 然后彻底重新管理 然后你看 好 OK 第一 来 这个中国网友 跟上一个中国网友 的思想就有差别了 OK 你们能不能同意一下 OK 这个网友 很明显的 就是他想要统一 因为迟早要让 他彻底交出 公司印章跟资料 迟早会想统一 那上一个 上一个网友说的是什么 中共根本 现在 OK 现在根本不想统一 你们到底是想怎样啦 好不好 一直一赢台湾 然后一直要统一 不同意的 然后到底要怎么样 已经70多年了 OK 70多年了 OK 好 来 呃 我前面说 就我前面说的 关于克刚的问题 OK 你们也是一直在接受 小粉红的教育 教育制度 爱国爱党 等等的 这一类的教育制度 所以其实 然后你们 你们还有脸来说 我们 是有 有被洗脑过了吗 还是怎么样子 克刚的吗 还是台独的克刚吗 等等的 OK 就我前面也在说的 你们自己 所发生的历史 自己很多人都不承认 甚至你们自己的国家 都会审查 像好比说8964 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OK 你们都找不到了 然后你来 你才来跟我们说 我们台湾创改历史 到底创改历史的人是谁 到底不想要让这些真相 流出来的人是谁 OK 所以你们要思考清楚 而且我会觉得 你们既然都 你们既然就这么勇敢了 OK 如果你们是 真的人在中国大陆的话 你们既然都这么勇敢了 就VPN出来 翻墙出来了 OK 其实你翻墙出来之后 有很多事情是你可以去查证的 当然可能网速会有一些落差 然后你会懒得查 OK 但是其实你可以努力看看 OK 其实很多事情你可以去查 你可以去验证 然后你再跟你原本的想法去做结合 你再重新去思考一遍 好不好 OK 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 然后下一个 好 不用太意外 这个我认为是台湾人 因为他这种繁体字 不用太意外 不用太高兴 德国人是很现实的 我认同 这个我认同 现在跟你是朋友 随时可以跟你的敌人 变成朋友 所以不要因为有人 要跟你尖交 你就不挑 来 我没有不挑 来 好 接着 谈利益 不要谈感情 感情是要经过时间证明的 像那种长期 好 OK 来来来 当然 国与国之间 当然就是先 我们要先有互相有利益 OK 我们再来谈说 我们是不是要永久 是不是真的会有这么多感情吗 虽然我不认为 好 我们一直在说台日友好 台日友好 OK 但是你们去想想过去 比方说过去 现在的日本 跟日本人民真的是很好 没有问题 跟日本政府也确实是很好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但是来 在日本 在日本有没有台湾大使馆 台日友好吗 当然还是台日友好 但是它是 它当然也会 以日本 自己的利益为主 对不对 因为当初 如果你建设 中国大使馆 它可能会有一些利益 但是 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用了 OK 好 再来说 你就都不挑 我没有不挑 来 我得要说 现金 我们 台湾的邦交国 OK 不用讲 都是那些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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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 但是 我有一个国家 我觉得很棒的是巴拉圭 因为巴拉圭 真的有进步非常多 OK 巴拉圭有进步非常多 所以我 这次 我也去了 对 去年我也去了 我也看了一圈 虽然还没有到非常发达 但是 跟我想象的巴拉圭 已经稍微再好一点了 好一些了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邦交 或许是OK的 因为我们在帮别人的国家 但是 来 我没有不挑啊 德国很强啊 德国想要来跟我帮 就我举双手 赞成啊 OK 这个 这没有问题吧 我有挑啊 OK 所以你这个逻辑 OK 好 OK 下一个 大家都 都好喜欢打好多字哦 OK 好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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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觉得这个大家自己看啦 哦 反正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没有什么 可以 可以聊的啦 就是 一样啊 其实我觉得我前面回答的 都可以回答这些 OK 好 但是我只有一个问题 想拿它说 呃 不是我所认为的 就是讽为事实 OK 好 那 你所认为的就一定是事实吗 OK 我想要讲的是什么 一件事情 它本来就是有一体两面的 你可能看到了其中一面 我可能看到了其中一面 你不可以说啊 你 你看到的事实就是不对的 我也不会去说 你看到的事实就是不对的 OK 你有你的想法 这是你的自由啊 OK 那我有我的想法 就像来 来美国 日本美国荷兰 哪一个不卡你台积电 对你而言 你是认为他们卡台积电的 OK 但是对我而言 是制造晶片这一件事情 不能够一国独大 垄断所有的市场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啊 OK 无论是 荷兰卖给我们光刻机 因为他们光刻机做得很强 好 卖给我们台湾我们来去制作 然后当然相对的 这些晶片我们无论卖到美国 或是哪里 那迟早也会 也会是等于荷兰来跟我们买嘛 因为这些产品 或是晶片等等的 始终会到他们手中嘛 所以你是反卖给他们啊 不能够 一国独大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 来 所以你看 你看到的问题 跟我看到的问题 其实不一样的 你看的方式跟我看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 我不会说你 你的知识少 我也不会说什么 你的事实就是不对 你可以怎么样 好 你不喜欢中国 可以考虑香港 澳门 你真的 你认为香港现在很好吗 我请问你 我很多香港同学都在挨挨叫 那他们敢谈吗 他们不太敢谈 他们透过事情会运 也有时候也都跟我说 老师对不起 这个话题我不太敢谈 因为我怕被窃听 你看香港人民 现在是过成这样子 OK 而且我还有在跟香港学生上课 我还是有在跟他们交流的 有些比较大胆的 他们不怕 就啊 没关系 我就是怎么样 他们会跟我讲他们真实想法 他们也觉得现在是真的难过难过难过 OK 好 所以你说香港 你让我觉得可能有点舔共哦 OK 好 菲律宾占尼岛 来拜托 这都是多久以前的 没错 那个也是 就像上面说的嘛 那个经营的不考税被赶走嘛 所以跑来台湾嘛 大概是那个时期嘛 我印象是很久很久以前都 我们都还没出 至少我还没出生 OK 那台湾独立真的好吗 当然好啊 其实台湾我认为一直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而且我们过得很好啊 你说中国大陆帮我们 没错 过去或许两岸会互相帮忙 但是这几年来 你觉得真的中国大陆有帮忙我们什么吗 对不对 他不要来弄我们 我就觉得偷笑了 还帮忙 我想都不敢想 好不好 OK 好下一题 好 欧洲议会都通过20多项对台法案了 有用吗 OK 当然了 欧洲议会有很多20多项对台法案了 但是这些法案都是在 还没有开始说 什么 中国台湾互不隶属 那如果说再还没有确认说中国台湾互不隶属的话 他们去执行这个法案你觉得合理吗 逻辑要有 OK 所以他们首先为什么会先通过中国台湾互不隶属 那 有这样子条件的状况之下 他才能慢慢的去 推动那些对台的法案吗 OK 逻辑 顺序 问题 OK 好 下一个 来 New one 新一吗 你是不是稍打一个s 好 OK 来 好 TOPJORM 反正就是一个德国CEO什么 好 反正就是一个德国 然后去中国大陆 然后看哪个见面 好 新闻2 来 然后他做什么 OK 好 新闻就新闻 合作 合作 合什么做 台湾那个能跟德国有什么合作 来来来来 这个完全是在吐槽的 OK 台湾电网稳不稳定 跟合作有什么差别 OK 而且我觉得台湾电网一直很稳定啊 我在台湾住了20年 我停电可能只遇过 一次 两次 可能两次而已 20年 而且这两次可能都是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差不多 那你说台湾电网 不稳定吗 我 我 我说不出哪里不稳定 OK 相反的 中国大陆有多少 好 好 你说那些北上广深 OK 可能很稳定 但是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稳定吗 OK 但是来 我敢保证 台湾 整个台湾都是很稳定的 OK 至少不会像 停电像某些地区 OK 好 再来是合作 好 合作 来 这个新闻 你既然都上外网了 OK 你既然都翻墙了 你为什么不能够自己找一下 这我说的那个新闻 是不是真实的 跟德国合作是不是真实的 你怎么不找一下勒 OK 然后非要来这边留言 然后让我好像 好像一定要出来讲讲你一样 OK 不要这样子 OK 自己找一下 自己先去证实一下 OK 来客观的事实是 不会宜人主观意识转移 对呀 客观的事实是 是台湾跟德国是真的合作啦 而且合作哪几个项目 你自己去找新闻 都找得到 好吗 OK 再来是 好 再来是 我要代入 德国去中国 跟德国来台湾 有差吗 OK 来 美国 美国的财政部长 去了 也去了中国 但是美国之后 最近又做了什么事情呢 美日飞的大会 美国的财政部长 针对他国或损害他国利益 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坚决反对抱持冷战思维 搞小集团政治的做法 OK美日飞大会是什么 就是要联合 就是你们动到我的区域啊 我我们绝对不会安静啊 中国也因此跳脚 所以呢 去拜访又怎么样 请问你 美国参加部网去拜访 只有拜登开一个美美日飞 然后有的的一个会议 然后又让中国跳脚 又气疯了 说什么搞政治小团体 OK所以去拜访又怎么了 我我我 所以就是我觉得 OK 拜访的等等的是有正式理由 正式原因的等等等等的 OK好 然后也是一样啊 你看很多人都觉得 啊什么台湾 台湾一个国家啦 什么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啦 什么就是属于中国啦 什么等等等等 赖清德选中了之后 有多少国家为赖清德祝贺 只是有些国家他用的词 比较没有的这么的敏感 不敢这么直言 President 不敢这么直言总统 因为可能他们现在都还跟中共 有一些些关系 OK有一些些东西要合作 OK就像如果中国大陆有一个新官上任的时候 OK一个省长好上任 新省省长上任的时候 虽然我不认为发生这件事啦 但假设新省长上任的时候 其他国会发电报 去给那个新省长上任 中国的新省长上任的祝贺吗 不会啊 但为什么台湾会 去想一下去想一下 好不好 OK好 今天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 然后 目前这个系列 会是 目前啊 会是双周跟 但是我有在考虑 还在考虑要不要做周跟 OK 看状况 看大家的反应 OK 好 那么今天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